這麼大500公頃的地方 我們經常說紅花嶺和深圳門山 就是一個比輪的關係 一個新泰走廊 是的 實際上人走不過 但是飛廟或者種子 其實都有機會在一個區域上交通得到 街觀的範圍的500公頃就是黃圈 是的 在建議街的附近有很多村落 很明白其實村民有很多的考慮 這些叫做村戒 附近駕駛 全部都不會包在交易公園坊 大陸的馬喉 最長的那個 是 全香港最長的馬頭 為什麼紅花嶺叫紅花嶺呢 本身在山頭有很多野生的紅杜鵑 紅杜鵑紅色在春天的時候開 整個山都會看到的 剛才我們經過草坡 我們今年都開始種了一些紅杜鵑 希望將來做了交易公園之後 可以有一個景色給遊客看 在這裡看到不同的山裡 在這裡看到不同的山裡 這裡看到一邊就是深圳 一邊就是我們香港的北區 後面的山就是這個 有一個景圖 有一個景圖 那個綠色的標準 有一個雕堡 局長 你現在有眼睛應該可以 看到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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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看到看到 龍蟹 有一個木帕 這個紅花嶺 怎樣可以有一個 identity呢 好 交給我們 交給我們 好 一二三 好 老四鹹也行 鵰箭高一點也行 現在做的路 還是盡量用天然物料 對 還有強調希望人手做 因為現在的公園自然環境 我們又不希望太多大型氣氣 請請 我先試一下 大家先喝水 這個是 行山客自己做的 對 行山是 大家來試一下 行得累 這麼多交易公園裡面 紅花嶺應該是第一個 進行一個很詳細的規劃 盡量接觸 香港的持續 首先當然是村民 因為河鎮的村民很重要 是 學術 環保 青年人 還有很多行山條體 變成雜思講益 每個人都有些想法 首先我們得到回來的好用 第二 在康樂的設計 整條行山徑 哪些是家樂徑 哪些是觀景台 詳細的設計 我們做完這些設計 才進行指定的工具 多點參與 多點設計 多謝 局長支持我們 可以走進入入面中間 感覺上從入面看出來的感覺 大家身體健康 九百一十七級磺 是 九百一十七 九十九 福日 九百一十五 八十七 八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五 十九 十九 四 十五 十八 十八 十五